欢迎收看国际大会 有些恐怕是一辈子都不能说的 说了会出事 看看来宾有谁 小童 两性专家 麻辣剖析两性婚姻关系 对夫妻婚后试图对另一半 隐藏秘密的微妙心理 有精辟的探讨 马再琴 律师 正常处理各种婚姻诉讼官司 对夫妻外遇失和 进而引发求偿的法律诉讼 有专业剖析 严家政 自身媒体人 曾采访过无数外遇婚变案件 对大老婆不择手段 报复外遇丈夫的方式 有深入解析 许正梅娱乐记者 熟知演艺圈发挂内幕 对已婚艺人不能说的秘密 找另一半发现的尴尬丑闻 知之甚强 张维中命理专家 擅长以子威及面相 分析夫妻外遇危机 对夫妻叠对叠隐瞒外遇 及私密事件有另类观点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师生残女师母货赔50万 这个例子 我们就不讲谁 又是一个知名的教授 他跟他的已婚的学生 因为他是指导教授 跟他的学生 这个学生是已婚的 那么外遇 怀孕了 那么生了这个孩子 结果这个学生 也跟他的老公坦白 这中间有很多曲曲折折 先请一下家政 你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案子好不好 这个案子是在去年年底 他们向苹果日报投诉的 然后今年初苹果日报 你是说女学生对不对 女学生 就是女学生投诉 投诉的时候 为什么投诉 是因为校方处理 他跟他老公坦承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老公当然要出一口气 找了学校 希望能够让这一位 教授 副教授 让这位副教授能够被开除 所以开除的话 就是说他丧失教师之格 后来学校在演艺的过程中间 他没有那么快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向报纸投诉了 就是加速他 他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好 那这个案子很好玩 这个案子 最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他赔出50万给教授的老婆 这个女学生 这个副教授的老婆 对 这个女生判下来是赔这样子 那这整个案子来讲的话 我们有发现很多很好 很应该去探讨的一个疑点 就是说 这本来是家务事 为什么要提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提出来的时候 是向他要求500万的 就是说 那个洪小姐跟这一个 像他老师 原配啊 对 就是这个女学生 外遇的那个女学生 叫洪小姐 这个女学生 然后那个教授叫牛老师 牛太太 牛太太 他向牛老师 牛太太要求500万的 是以他的先生名义去告 希望能够500万的赔偿 因为你看 你帮我老婆 搞大肚子了 然后呢 他们为了这样子才反过来 牛太太就去告这个洪小姐的老公 说你没有把你老婆 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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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案子中间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小孩 对 这一位无辜的小孩原本上这位洪小姐认为那个老师应该去把这个小孩认主归宗的那种感觉 后来呢 牛太太不愿意 牛太太愿意收养的时候 真的啊 洪小姐不给了 为什么 并不见面 那所以你看这种疑点非常多 那你说你们有没有去谈 这六五年的时间有没有去谈恋爱 你如果说完全没有情愫的话 怎么会在德国的一次研讨会中就一起上床 然后才生下这个小孩子 可是我想问一下盛美 如果今天这个外遇的洪小姐 她如果跟老师外遇 她也还在婚姻里面 那她怀孕了就当成是老公的 这个秘密就不要说出来了 她为什么要不惜 可能冒着失去她原来婚姻的这个风险 她也要把这个事情整个的说出来 而且炸开来 对 而且重点是在于这个女生她在投诉的当中 她是以一个等于像受害者的角度 她一直说是这个 老师疯狂的追求她 甚至email不断的一直 七十分信 你都背起来了 挑逗她 然后最后的重点才在于 就是他们一块去这个德国参加研讨会 是因为在那里才朱胎案结 可是她觉得说这整个过程 这个教授副教授要负所有的责任 因为她觉得是你主动挑逗我 然后是你让我犯了罪 然后你之后你又不负责任 所以才有刚刚家政说的就是说 为什么她不但就是提出告诉之外 她还要诉诸媒体 你知道除了告诉之外 诉诸媒体是最后一颗炸弹 我就炸死你了 因为你的名誉所有的心都毁了 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 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到底谁要负责任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两对夫妻 一个孩子 对不对 那当然那个 跟那个要求对方的老公说 你没有管好你老婆 所以你要负这个法律上的责任 这是不成立的嘛 最后是赔给师母五十万嘛 是那个洪小姐要赔 不是她老公要赔 对 但是我们想讨论说 对啊 你觉得呢 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是这个牛傅教授吗 还是其实这个女生 就像你刚刚讲 她自己是在一个婚姻的状态 她是不是也要对她的家庭负责 更何况 也是你去主动 就是你去主导 你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 对吧 对 我们怀孕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要不要这个孩子嘛 那你今天造成这个孩子都生下来了 然后孩子生下来之后谁抚养 然后谁要有负这个所谓的损害赔偿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女生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可是这个牛老师就完完都不用负任何责任吗 要负 当然要负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四个人是不是都有责任呢 你觉得呢 那问一下这个玛丽丝 男人度量可以大到这样吗 这个红小姐的先生 知道老婆跟她坦诚外遇哦 还被骗了 还怀孕了 而且还生下来了 她都不离不弃 其实我觉得 她愿意收养 一般来说像这种通奸行为 尤其是有两对夫妻 你会想这种男欢女爱的行为 男欢女爱的行为 交好近一点 玛丽名词 这样的行为有四个人在里面当 四个是主角 那真正的被害人只有两个 就是我说过那个没有通奸人的两位 那法律关系其实很简单 但是除了法律关系以外 真正勾四个人在角力的就是 对于这个婚姻的 要不要存续的这个部分 双方在角力 这四个人其实讲话都会讲谎话 会跟她老公讲谎话 我是被在德国被她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都是片面之刺 我还遇到过很多案子 明明是跟她通奸 被老公抓到 说是她把我强奸的 多是很严 然后又不敢告你知道吗 又不敢告 被老公逼着压去警察去告 说你没错啊 你跟我坦白说你是受害者 你是被强奸的对不对 好跟我去派出所 你说她去还是不去 一去以后就说就开始下掰了 这男人度量好大 不是